台积电雄本厂日本先进半导体制造公司 周六盛大开幕 92岁的创办人张忠谋亲自前往 尤其台积电雄本厂立下多项第一 不仅取得日气苏尼入股 吸引全球最大汽车集团丰田 以及子公司DESOL同资 未来车用晶片订单 渴望优先委外给台积电 而台积电将破例成为首个 直接跟车厂合作的台湾晶圆厂 日本政府负担台积电40%成本 可见高度重视 日本金产省大臣直言 如今正是全球各国 砸钱补助半导体的大竞争时代 首相安田文雄也表示 日本现在被定位为 台积电全球战略的重要立足点 晶片战争作者米勒分析 日本政府声量不大 但可能比美国和欧洲 更支持台积电 而台积电的雄本厂投资 有助于巩固台湾与日本政治关系 对日本来说 也是出人意料的成功之举 日本正以巨额补贴 与美国欧洲建筑半导体企业 日本事实上 在半导体的材料跟设备 都在全世界占领率非常高 所以说台积电 透过这样的一个投资 所产在这边努力 可以把它整个半导体的生态 生态体系的更巩固起来 所以这个也算是一个标杆 对台积电来讲 往后树立了标杆以后 其他的厂 就可能要挑战性也蛮高的 然后共同来努力或加强 雄本厂从原先规划的五年时间 缩短到22个月就建厂上线 传出日本还有三厂建制计划 其他包含在美国亚利萨纳州 以及德国都规划设立厂房 日本厂区的成功示范也渴望加速美国德国进度 请做半导体晶圆代工领域的日不落国 新唐人亚台电视高教人沈为彤这里报道 请做半导体晶圆代工设计划